通过离魔 我们从古人中得到传统的经典的成法 我们从大自然中继续营养 消化传统的成法 然后把写生的东西通过自我 有个性语言的笔墨 产发出来一样 我这几年都是致力于一些 自然山川和历史建筑这块 道教的这种崩天伏地 我的毕业创作主要是以红山的写生 加上一些自己的笔墨的积累 这样去完成的 那么在我的毕业创作的这种图示上 我采取的是一种截取式的全景式构图 就是井还是整个取北越恒山主峰这块 把它作为一个主体然后去描绘 笔墨语言上呢 我采取的这种是水墨和淡彩结合的这种方法 三十部分呢 特意画的比较幽黑 然后呢在宫冠建筑因为它上面都是道教的一些宫冠 画的相对虚淡 这样呢也形成一种对比关系 色彩上我采取了淡彩 因为淡彩呢刚好和那个浓重的墨色调子 这样形成一种相互的这种对比关系 我可能以后在画的过程中也会更追求这种更为奔放的 或者是更为这种自由的图示上 还有在笔墨语言上更多变更丰富的一种笔墨的这种指向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